多囊暖潮综合征要检查些什么? 陈蕊妇产科主任医师 多囊暖潮综合征呢 我们需要的检查呢 第一方面呢 我们需要查一些性激素的检查 比如说性激素的六项 还有呢 第二个可以查一些我们的内分泌的 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的胰道素等等水平 当然呢 我们还要查B超 我们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看我们暖潮的一些形态 是否发生变化 当然除了查这些因素呢 我们还要看一些患者症状 比如说多囊暖潮综合征的人 会出现一些肥胖啊 或者他一些体毛增多等等 当然呢 除了我们的化验检查 我们还要看一些患者的一些体征 比如说患者是否肥胖 有没有一些多毛一些症状 那么还有一些 我们要看他的月经 月经是否正常等等 我们不光是要通过 我们的化验检查 还要看我们的一些 临床的一些表现等等 综合来判断 多囊暖潮增和增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疾病 除了我们的一些化验检查呢 还有我们的影像学检查 超声啊等等 这些影像学检查呢 那么我们还要给患者呢 做一个查体 做一个复刻检查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全身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呢 他体态是否肥胖 他是否有多毛等等一些症状 甚至呢 有的患者呢 脸上会找一些青春痘等等 就是一些雄激素增高的一些体征 内分泌检查呢 我们不光除了有些性激素的检查 还要查一些我们的甲工 我们的胰岛素水平等等 这样的一些化验检查 专家提示 一 多囊卵巢综合征 通常需要做性激素检查 如性激素六项 内分泌检查 如胰岛素水平 以及B超等影像学检查 二 除此之外 还需进行症状检查 如体格检查 肉精是否正常 以及一些实验室化验检查 不正确的 你的最后 你 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